环球旧差点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蒋峰 欢迎收看本期东营一周奖 大家可能不会想到啊 最近一个星期 日本社会最为关注的一个人物 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他呢 就是现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 已经年过古稀之年的 建议委 建议委呢出生在日本东北的秋田县 秋田县这个地方啊 除了像中国苏航一样盛产美女 此外呢 还盛产秋田犬 一种非常可爱的小狗 建议委的父亲简和三郎 曾经是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在中国东北满铁的职员 而且他就是在那里 迎来了日本的战败 他父亲回国以后 就回到老家种地 当时呢 日本的经济非常困难 日本政府号召农民 多种大米 但是 这个简和三郎啊 认定了一个死理 那就是今后不能只吃大米啊 于是 他和当地的农会对着干 自己创办了一个 种植批发草莓的农会 而且他硬实在啊 这个多雪 寒冷 不宜种植草莓的地方 培植出来了 当地名牌的农产品 叫秋公草莓 简和三郎 不仅因此 自己狠狠地赚了一把 还当上了村干部 1948年12月6号 简一伟呢 作为这个农家的第一个儿子 出生了 在此之前 他的父亲呢 还生了两个女儿 回忆童年呢 简一伟印象最深的是 那个时候每天清晨起来 都可以看到老爸老妈 刚刚从田地里回来 他的父亲尽管是农民 但是呢 在支持儿子读书方面 是毫不含糊的 正是因为 有了这样父亲的支持 和他本人的努力 与简一伟一起毕业的 120名出生生当中 只有30人 升入了高中 而简一伟就是其中之一 到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的父亲呢 劝简一伟报考县里边的 农业大学 但是这个时候的简一伟 已经是心高志愿 他呢 既不愿意继承 老爸老妈的农业 而且也不愿意 在家乡上农业大学 他就坚信一条 到了城市里边 就会有好的工作 于是 在1967年的3月 18岁的简一伟 约上乡村的几个小伙伴 从九田县乘坐火车 进入到了东京 当时啊 日本社会有一个时髦的名词 管这叫做集团就职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东京的上野车站 还有这样一个集团就职的纪念碑 当时大批的日本各地的人 到东京来就职 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所说 进城做农民工 不过呀 很多当地的老百姓 管这叫做离家出走 其实多少年以后 简一伟自己也承认 他说我就是一个 从农田里边逃跑出来的人 简一伟到东京以后 打的第一份工 是在东京都板桥区 一个纸盒厂 可是啊 那里的老板稍微有点心黑 过于严厉 所以简一伟只干了两个月 就辞职了 这个时候呢 简一伟觉得 还是应该听老爸的 还是应该考大学读书 这样 他就每天早晨 都被称为 东京厨房的 驻地鲜鱼批发市场 去打工 推货 晚上呢 到了东京繁华的新宿 这个地方的餐饮店 去刷盘子 然后白天到补习学校 准备高考 两年以后 也就是1969年的4月 他考上了 东京私立大学当中 学费最为便宜的 法政大学 法学部 在大学读书期间 农民出身的简一伟 没有办法得到家里边 更多的经济援助 他就一边打工 做看门的 做送报的 做沙碗的 然后一边是读书 这个期间呢 他还参加了校园里边 学生的空手道兴趣小组 据他自己说呀 他一进去以后就发现 一年级的学生 和四年级的学生 完全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 因为那种实力上的差距 带来了等级上的差距 但是简一伟 在中学的时候 是个体育能手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发奋练习 很快有了进步 事后啊 他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说 他说我从空手道章中 学习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 还学习到了礼节 学习到了如何理解后辈 也就是晚辈 与前辈之间的位置与顺序 据简一位回忆 他在上大学期间 也曾经考虑过呀 大学毕业以后 回老家务农 但是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 既然已经出来了 那就应该在城里 找一份工作 这个呢 和我们中国所说的 兔子不走回头路 也是有一点相像的 到了1973年3月 大学毕业以后 简一位就到东京的 建电设备 诸事会社就职 简一位这个人啊 真的不是一个 安分的农民的儿子 上大学的时候 就到大学的学生科 还有同学会里面 去找关系 希望人家帮他介绍呢 法政大学毕业的政治家 当时简一位认为 在这个社会上 只有政治是最活跃的 应该用政治来改变日本 大学毕业以后两年 简一位惊人介绍 给日本众议院议员 小此莫言三郎 当秘书 从此以后呢 度过了多年的秘书生涯 1996年 简一位第一次 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现在 简一位 这位农民的儿子 要争当日本首相 日本媒体指出啊 简一位如果成功的当选 那将是日本历史上的 一场革命 这种所谓的革命 一个是草根逆袭意义上的 身份革命 在此之前 只有田中角荣 是农民出身的日本首相 另外一个呢 就是农业革命 从乡村中走出来的简一位 在担任了大臣以后 已经是不忘乡村 创办了故乡税 主张地方创生 现在他又开始倡导农业结构改革 我们看到啊 简一位现在口口声声 他保证会继承安倍政权的路线方针政策 但是我相信 农民出身的简一位 一定会与公子哥出身的安倍晋三 在执政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他成功的当选了 日本政治也将翻开新的一页 好 我们本期的农营一周奖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在这个节目再见